一定想要挑战 就是以前没演过的角色吧 像轻功戏我以前就没有演过 对 吴振宇老师 因为好多年前演过他女儿 然后想现在成熟一点了 看能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大家好 我是尹云国秀婷 请大家期待我表演呢 就是就是这样吗 哈哈 这这这和一本人呃 我觉得就是开心帅气 哈哈 啊这个演员 就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对就是 尝试挑战 然后新鲜 探索 好多词都可以形容演员 这个语吧对 印象最深刻的一部港剧 我可能比较深刻的是电影吧 新检查故事 成成成成龙大哥 女主角是谁啊 哎女主角是算什么 吴彦祖吗 他不能算女主角吗 成龙大哥 对 哎呃 学粤语 看 呃 就是港剧 大家好 我是 母汉 母汉秋雨班 in to one 走过鱼 好开心 好意见到大家 好兴奋 好感动 哈哈 这都是我PPT里面说过的话啊 所以我练的比较熟 啊 行真吧 学学动作戏 像成龙大哥那样 最想挑战的决策类型啊 我觉得 基本上现在遇到的角色对我来说都是挑战的 嗯 最近常听的一首歌是那个越难越爱 世界上哪里会照 一梦一次火 把腿落 我对你心跳的感觉 高的地动 嗯 啊 啊 这是快问快答的题吗 啊 啊 耳朵 哈哈 因为我现在这身衣服就是很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很像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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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子山本人就是开朗 然后演员融子山就是社统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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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其实可能是呃就是年龄比较小所以没有怎么看过香港的作品 但是我爸爸妈妈一直是港片的就是影迷 所以我为了参加武神超越班我也看了很多嗯香港的作品嗯 少林一足球是印象最深的很热血然后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就没有什么区别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这个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最期待跟韩雪老师还有李志平老师演的这首戏 因为韩雪老师就是之前在一次节目里面擦肩而过 然后就自己想就是跟他学习一下 然后跟李志平老师也想跟他学习一下打戏 因为我觉得自己打戏这方面尽力 我觉得主要是来学习吧 我觉得很多角色都对我来说很挑战一些 最近有有在学但是语言天赋不是很好 就是 学了一点点 呃大家好 我是英云文姬桑 呃小时候看的那个大时代 男主是刘青云老师 演员李一彤真诚且快乐 本人李一彤简单且自由 没有 我这我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 我来之前就 维持一个开朗的心态 对 太多了 就是我很爱 青蛇 冤之寇 就非常经典 对 我是个女人 对 我是个女人 这个 如果我有生之年能拿到就好了 就不会期待说几十岁之前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我一生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一直会直到我不想演了 有学粤语 重温经典的TVV的剧 然后上表演课 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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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追的最凶的一部是《徒刑者》 各种行政片 破案的片子 还有卧底的片子 都很好看 还有金庸世界 对 最期待跟谁演对手戏 其实都不用演对手戏 能见到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就比如摄氏曼老师 许少雄老师 还有慧英宏老师 小时候去各个家看到了一部叫《寻情记》 是谷天良老师 还有 熏熏老师 其实想挑战很多类型 但是目前这个年龄想挑战一些就是 不太接地气或者没有什么烟火气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吧 希望在有生之年拿到一点 提前听了一些粤语歌 招招感觉吧 然后找了那个之前哥哥的一些香港的朋友 学习了一点点小小的粤语介绍 自我介绍什么之类的 演员范尔奇就是专心演戏 范尔奇本人就是什么都干 本人的话就是比较懒 在家里就是休息会多一些 但是工作的时候拍戏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演员学的时候更加埋头苦干一点 其实印象深刻的有很多 对我当时小时候冲击挺大的像是《寻情记》 古天乐演的那个 然后他演的那个剧情其实挺 现在看起来挺魔幻的 然后穿越嘛 当时其实穿越的戏很少 所以《寻情记》我觉得印象还挺深的 学粤语 学粤语 然后很难学 对然后 还做了一些准备 就没做什么准备 就把自己带来了 因为我现在就是 想要吸收像海绵一样 多学一些东西 带走 嗯 不能说挑战吧 我觉得武侠 武侠世界还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向往的一个方向 一定要挑战到的角色 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不一定真的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 演员赵英子啊 演员赵英子我觉得就是什么角色都差不多可以驾驭 本人叫英子呢就是有点神经大调 反正是情相不太够用 嗯 上次哭 就是我们节目组导演 就是欣欣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哈哈哈 他说啊 你是最棒的 然后我们 我们好多学习生都很喜欢你 然后我就很感动 对我真的很感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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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我觉得能给你鼓励的人 他一定是非常善良的 不是代表我有多好 是他真的好 谢谢 哈哈哈 我这真的是被你被你感动了 我想起来 我昨天晚上看你发生那些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心心 我都哭了 我都哭了 那是那些吗 我还是在那种音乐 我看你被你感动了